2020年一部根据真实银行抢劫案改编的电影《火爆全网》 很多人说它太过真实 因为《案件的主犯》就是本篇的编剧 也有人说它太过离奇 因为他们抢劫的工具竟是四把玩具枪 其实最秀的还是它的结局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抢了银行 但钱就是拿不回来 这就是2006年发生在阿根廷的银行大劫案 被称为史上最著名最聪明的劫案之一 《案件的主毛》正是这位落魄的艺术家 一天一晚他在路边随手扔了一个烟头 烟头顺着雨水流进了下水道 这在一般人看起来可能没什么 但他一转头看到了当地最大的银行 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出现在脑海 他沿着水流一路跑 发现水汇聚到一座桥下 这正是连接城市所有下水井的出口 从银行正面进去抠钱很难 那从地下公路呢 这个想法很疯狂 但可以做 阿强迅速地找到了自己的机械师好友 想拉他入伙 好友一听很心动 但是缺少启动资金呢 他向阿强推荐了一个人 马里奥 一名职业大道 钱多 技术好 经验丰富 当晚阿强就找到了马里奥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马里奥刚开始还觉得不靠谱啊 直到阿强 把他带到了银行门口 拿上一卷卷尺 偷偷放入下水井 再来到下水道 卷尺 正中而下 距离上方的银行只有18米 马里奥被说服 直接入伙 接下来他们又找了三位帮手 组建好队伍 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保险库的运动感应系统 一旦有人进入 就会触发警报 但这也难不倒直伤150的阿强 他发现 这款系统感应的是人体的温度 只要穿上特制的防护服 就可以被屏蔽 接下来还要摸清银行内部的建筑结构 确保地洞能够直达金库 阿强决定以身视线 戴上相机 假装上银行办业务 对这个银行的各个方位 就是一顿拍拍拍 这种反常的行为 很快被银行的监控发现 没多久警察赶到 阿强正打算起身离开 却被强行的带到了保安室 但不用紧张 这一切都在阿强的计划之中 因为金库的位置就在保安室的旁边 这刚好给了他机会摸清地形 等到警察搜查他的相机 他早已经把储存卡偷偷藏在了指缝 任务完成 全身而退 回到家就画出了银行的完整地形图 接下来 行动正式开始 首先要测算 井盖到金库的距离 用一辆自行车从井盖出发 推到银行门口 做好标记 根据车轮转动的圈数和直径 算好距离 以至下水道的距离地面18米 井盖距离金库7.1米 通过高股定理 就可以算出鞋边的长度和倾斜角度 路线规划完毕 几个人开始行动 带上家伙 在下水道挖洞 经过没日没夜的奋战 洞是挖通了 可还是一个难题啊 如何打开保险柜的锁 他们决定先派出大盗马辽 到银行租一个保险柜 记住型号 买回了研究 一看 傻眼咯 这是银行专供所 外面根本买不到 要开保险柜 就只能靠暴力拆除 这回大大的拉长行动时间 风险极大 事情一线子陷入了僵局 这天 阿强和女友躺在天台看星星 女友说了一句 我们看到的星星 也许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这一句话 让阿强皮肤灌顶啊 有了一个绝下的想法 他找到玛利奥 告诉他 直接抢银行 警察两分钟到场 偷偷挖地洞 保安随时会发现 但如果一边抢银行 一边挖地洞 所有的注意力 就会被前方的抢劫犯给吸引 另一边再通过地洞 潜入保险库盗窃 这就叫明修战道 暗堵陈仓 一番精心的准备 六人兵分三组开始行动 第一组由玛利奥带队 准备几把玩具枪 帅气的走进银行 偷偷的戴上头套 抢劫开始 紧接着封闭所有的门窗出口 等保安报完警 再放他出去 让他告诉警察 里面有二十多名人质 警察就会有所顾忌 不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 第二组开始行动 带上路律 通过隧道潜入金库 接下来就要开锁了 机械师带上便携液压器 开一个锁 只需要七秒 然后就像开盲盒一样 一打打的每刀 一块块的金砖 看着众人 吸花弄防 另一边 警察已经在外面 设下了重重部署 马里奥感觉头上有动静 立马意识到 警方要暗射狙击手 果断给警察打电话 警方请来了谈判专家 马里奥说 赶紧撤了狙击手 否则我就先杀人质 这套虚张声势很有效 警方被唬住了 为了与警察周选 马里奥释放了一个人质 以示诚意 警方见谈判有望 不再强攻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群劫匪 就是要拖延时间 正在这时 一部手机响了 劫匪问 这谁手机啊 旁边一个老奶奶 弱弱的举起手 我 我的 今天是我生日 听了这句话 劫匪头子立马走上前 做了一件 让所有人 大跌眼镜的事 立马上去祝他生日快乐 还吩咐经理 找我来了蛋糕 点上蜡烛 然后就把这位老奶奶给放了 老奶奶冲去 还一个劲地夸劫匪是好人 是这群劫匪傻吗 不 善待人质 是能获得减刑的重要一句 这群劫匪不但想要钱 还想要全身而退 而另一边 在开保险柜的同伴 却遇到了麻烦 夜压机因为长时间的工作 过热停工了 需要进行降温 行动的时间被拖长 马里奥急中升职 打电话给谈判专家 告诉他要见自己的律师 然后甩给他一个电话号码 专家无奈 只在打电话联系律师 可他不知道 这位律师正是马里奥假扮的 他口喊棒棒糖 变换声线 一人分饰两绝 把警方耍得团团转 没过多久 所有人的手表同时响起 是约定的任务时间到了 保险库里 每刀金条全部打包 通过隧道运进下水道 马里奥给警方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要求要五个披萨 然后掏出了一块红布 将四把玩具枪一一摆好 最后和阿强一起钻进了隧道 用绳子拉过柜子遮挡洞口 一群人通过下水道 溜之打击 等披萨到了 警方打去电话却再也无法接通 而银行内的人质迟迟不见劫匪 一个个试着起身 拿起电话打了出去 这时的警长才突然注意到了下水警 终于想明白了一切 带着警员就冲了进去 能打开柜子一看 果然有个洞 还绑着个炸弹 但枪都是假的 炸弹哪还有真的 顺着下水道一路追 本想着他们从哪进去该从哪出 谁知高智商的阿强居然滴水不漏 更换了逃跑路线 负责接应的第三组 街上众人逃之夭夭 就此 这六个劫匪收获了千万钱财 如果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那也算不上世纪打击案 整起案件 设计最巧妙的地方 还是在几年后 一名劫匪报复后 抛弃弃子 弃子一怒之下 到警局告发了丈夫 几名劫匪相机落网 但由于他们当时使用的都是玩具墙 而且善待人缺 根据当地的法律 只能从轻量刑 主犯阿强甚至只服刑了一年半就被释放了 而且 由于没有人知道保险箱里到底有多少钱 警察最终只追回了117万当款 其实 被捕入狱 正是他们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出狱后 这六个人就光明正大地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 整部电影 都非常真实地还原了当年阿根廷银行大结案 因为本片的编剧 正是这场案件的主毛 因为这起案件 全球的银行系统 都加强了对下水道的安全防御 所以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别瞎想了 送你们八个字 遵纪守法 善待老婆